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都有365天 全民都有116天的假日 上班日249天 我8月份还有去学校上班 怎么可能请假323天 我们让记者采访内容原因重现 他是请一年的病假就对了 对 这个是他的权利 这个是他的权利 他的权利 官方资料说 校长去年8月受伤到退休前 一年的时间共休了323天假 包含278天病假 30天特休假 还有8天公裁假 天长病假那时候可以领薪水吗 天长病假依法律规律是可以的 班他一个月大概多少薪水 校长的薪水大概都是 69万块钱 78万块钱 校长签证文说他是留美硕士 心急是最高级 所以 校长说他请假都在做附件 调养身体 期间还帮学校争取了20万金元 我的家庭生活这么好 强调这都是因为他有个 有情有义有能力的老公 我为什么要去弄这些抗争的事情 我是为了教育劳想 校长强调他是朴素硬颈请柬 持家的客家人 强行山有山暴 恶有恶暴 对羡慕嫉妒恐吓 全都以笑致之 文目还欢迎大家转记分享 阻发中心 但延长病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是为了教育劳想 报导 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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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